OK,来,我们来看一下 OK,Time perturbation 我们稍微的把这个公式写一下 稍微讲一下 好,那我们就可以了 好,基本上是这样子 现在我们Hamiltonia呢 它就要跟时间有关系了 那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我们呢,要把它写成一个方式 其中的前面这个呢 跟时间没有关系 后面的这个呢 跟着时间有明显的关系 记住它一定要有明显的关系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假设是这样 前面的这个Hamiltonia 就是完整的这个Hamiltonia 它要遵守 Shorting Co-equation OK 当然我们根本就不晓得 这个解释是什么 但是我们知道的解释是谁 是这个 我们知道的解释是这个 所以也就是说 假设我们把不知道的呢 用蓝色的把它标示起来 那我们什么是不知道的 这个是不知道 对不对 这个是不知道 那什么是知道的 我们就说 我们知道的呢 是H0 假设这个是不知道的 我干脆就先把这边用掉 好了 我们知道的是这个东西 H0呢 它本身的运作 我们是知道的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我们任何一个 跟时间有关系的这个位方式呢 在这个作用下面 它可以写成为什么样 原来的这个 前面再加上 Mormalization的一些Factor OK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或者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变成这个是知道的 所以假设我们可以从知道的 来建构一个位置的 那很方便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说 好 那么假设我将这个位置的 我用以置的来建构 以置的是什么 这个是以置的 那我怎么来建构它 很简单 我们就把它加强成 这个是这个的展开 我们用这个来展开它 那展开它呢 每一项前面就要有系数项 第N的 你用第N的这个 能阶的这个 微方选呢 前面的系数是 Semention 然后呢 我们将它加强 这样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我们要是更进一步的写呢 是否它就可以写成为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所以现在就变成我们的问题呢 从我们不晓得 真正这个解 完整的Harmictonian 它的微方选 进化到我们问这个问题 到底这个系数是什么 假设我们知道了 那是不是 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这个Perturbation下面 它完整的解会是怎么样 对不对 这样就变得很方便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做 好 假如说我们将它整个代入啊 我们equation里面去 那就相当于说 我们必须要求取这个 我们发觉 直接要求取这个equation 是不可能的 你把这个丢到 Schulinga Equation里面 展开来之后 发觉没办法解 没办法解的时候 也不是完全不能解 而是你看到它 你也不晓得该怎么着手 所以我们唯一能够用的是 用Aproximation D0O的Aproximation 当然就是假设 这个Harmictonian 后面这个Perturbation 跟时间没有关系 那在我们目前的状态下 一定要有关系 所以呢 我们就用First Perturbation First Order的Perturbation 它假设 这个Perturbation是很小的 所以我们这些的 系数的变动呢 一定是不大的 OK 它会有一些重整 但是不大 那么这样子呢 就叫做First Order的Perturbation 那么在First Order的Perturbation下面呢 那我们呢 就可以这样子写 我们可以把这个D 就可以这样子写 我先把它写完 在定义上面的一些东西 就这样子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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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OK,我们就这两个 请你记住一下 这边有几个符号 大家要记住 J指的是什么 J指的是initial state F指的是什么 final state OK 所以在这个假设下面呢 我们有几个符号啊 就可以稍稍微把它定一下 比如说 H F J 这个 OK 它本身呢 是定义成 你将后面的这个 跟time有关系的这个呢 前后用两个state 把它夹住 这样子 这个叫做HFJ 这个叫做HFJ 记住 这边的J或者是F 它用的呢 都是原来H0所解出来的解 the eigenstate OK 然后Omega呢 F J呢 它会等于EF0 先叫EJ0 除以H8 OK 它就可以写出这个样子的一些 一个equation出来 那么由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就代表什么意思 DF代表什么意思 DF里面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事 这边不是I 这边是J 有的时候 这个老习惯总会跑出来 Initial state Initial开始是I嘛 我们都习惯Initial state用I Final state呢 是因为F开头 所以用F 所以在写的时候 很容易就 就会回到老习惯 但是我们上次 为了避免跟这个 这个虚数I重复啊 我们就把它变了一下 OK 那么它就可以写成这样 那么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一件事情 在这个pterbation下面啊 假设我们看我们 自己本来的这个状态 这是起初的状态 我们发觉起初的状态呢 假设你的威扰 几乎等于零 那就没有后面这一项 那就是你自己啊 你的probability就是一啊 其他通通都是零 对不对 你要是DN项就是DN项嘛 就恢复到这边啊 恢复到这边的 的写法 但是当你有pterbation的时候呢 虽然说呢 它很小 也跟着时间变化 它又变成原来的 的这个几率 本来是百分之百 现在会变成怎么样 一点点挪开来 那就代表一件事情 其他的状态呢 本来的几率是零 那么现在因为有pterbation的状态下面 我们可以让它从零 变成非零 那它的机率有多大 就这个来做决定 所以呢 假设我们就来define一个什么 一个probability 叫做P 我们叫z跑到f的一个p ok 那么 这个p呢 我们的定义呢 就是dft的平方 ok 所以你知道看到这个d下面的这个就是末后的状态 那假设跟起初状态标示一样 那就代表起初原来你所处的这个状态 上面的这个d值 ok 那写成f就是指 它有可能跳到其他地方去 所以我们上次呢 就计算了很多种case 对不对 在harmonic 假设你是个one dimensional harmonic oscillation 那你给它一点点pterbation 这pterbation是什么样的pterbation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就来计算 ok 那是我们上一次的 那今天呢 我们就要从另外一个地方来看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开始来讲 上次的pterbation里面有个特点 我们给一个h prime的时候呢 这个是一直夹在这上面 都没有任何变化 它可以很长时间很长时间的夹在上面 也就是它们是同时存在 但是假设我们问一个问题 我今天又是这个刺激 就一下下 就这样子而已 发生什么事情 或者是在这个刺激 从没有到变成有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发生什么事情 OK 这个有点像什么 假设我这边有个蜡烛 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玩过火 我们小时候很喜欢玩火 尤其跟小姐的时候 哇 简直跟疯了一样 每个人都拿着火吧 假设我把手放在火上面 一直摆着不动 发生什么事情 当然就煮熟了吧 对不对 那谁敢这样子 但是每个人都表示自己很勇敢 就在火上面怎么样 移来移去 移来移去 有没有被烧到 没有 但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有个很大的不一样 作用时间的长短不一样 所以现在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假设这个是时间梯 这个是perturbation 以前呢 我们写的equation是怎么写 我们写上去的时候是说 他从富无穷大 一直到正无穷大都有 我们是这样子 上次是这样来解的 但这种真实的状况不是这样子 我们是要怎么样 从没有到有的一个刺激 所以假设我们现在呢 就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一直下去 请问一下 会发生什么事 当然必然经想就知道 假设是这一开始 这边 假设你眼睛只聚焦在于 距离零的这个时间点 很远的地方 那一定是这个状况 跟上面这状况一样 对不对 我这边有个蜡烛 我的手从外面突然间移进来 很快 没有错 但是就不动 停了十分钟之后 跟我停了一个钟头之后 大概也差不了多少 本来都已经煮熟了 所以这样子我们这一定跟什么一样 但是这一边变化的瞬间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手刚刚从外面 移到火里面去 瞬间这样移进来 就我们只看这个瞬间 当然手还是跟我原来移进来一样 所以在某一个瞬间里头 某一个区块里头 它的变化 你一定看不出来它有什么变化 所以它一定要由这边渐渐转变过去 那么假设你今天给的 是一个类似在我手上 这样子呢 我们都说从这边开始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有没有可能有作用 对不对 所以现在就变成一个问题 我们这么来思考这件事情 假如说我们现在你看看 比如说我们在做实验 比如说我是长薄膜 对不对 其中一种方法 长薄膜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你要在你身上镀上一层很均匀的材料 很均匀的材料很薄 好像各位的眼睛上面都抗反射膜一样 而且不止一层 好多层 对不对 好它怎么镀上去 简单跟油漆一样 把它搅成一锅浆 这样噴上去 那等它干 可不可以这样子 可以 有些时候可以 但是呢这种干啊 上面会保留着很多你不要的材料 我要很纯的材料 其他不要 所以常常都要加热 然后就把它烧掉 然后只保留我要度的这个东西 但这样做有的时候也不完全 会长出来不是你要的 那另外一招就不是这样子哦 假设呢我是玻璃 我身上要镀一层很均匀的固体的材料 没办法做成僵状 那我怎么办 比如说我要把泥巴镀一层在我身上 很均匀 好你要 你要怎么做 哇你说好爽哦 老师要镀泥巴 从来都没有这种机会 对不对 拿起来就往老师身上扎 扎上来老师身上一块块泥巴 你们有没有买过一个眼镜上面的薄膜 都是一颗一颗的乱七八糟 一天也不像薄膜 不可能嘛 所以这样子坏掉 所以我们就有两种简单的做法 第一种维持固体 你要镀的东西 泥巴 我就站在泥巴前面 然后我拿子弹 轰泥巴 这样轰 我记得有一次我当兵的时候 看那个演习啊 结果那个火箭炮在打的时候 比如说呢 好远的地方有人要登陆 你不可能瞬间过去支援嘛 它可能在四十公里之外 我们就从这边就开始 火箭就把它打过去 结果那瞬间呢 在一分钟之内 三四秒钟之内呢 打了三百发 哇整个就冲过去 每一发呢 可以炸掉直径一百公尺之内 那我就可以把那边 几公里的全部都烘平 对不对 就当下打的时候 货重力很强啊 哇 烘的这个整个地板上面 都是烟雾 好像你在沙漠里头走一样 就最后的结果就是 在那边操作的阿兵哥呢 全身镀了一层 好漂亮 好均匀的 好像女孩子铺粉的这个泥巴一样 全身那瞬间都变成泥巴了一样 咦 我们就这样子做 所以我们就在真弓腔里头呢 导入有个快材 我们要用子弹轰它 怎么轰 你可不可以拿真的机关枪在那边打 有没有看过我实验室学生拿机关枪在那边打 当然没有 对不对 因为这样子有一个结果嘛 活着了才能毕业嘛 对不对 死掉就算了 好 当然不可能这样 所以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说 我们的子弹呢 就是用气体分子 比如我把哑气呢 打掉一颗垫子 它是不是带震电 然后呢我让我的基板呢 charge到非常负 哇 震的最爱负的 就往这边冲过去 这一冲 这一打下去就撞出来 炸出一团东西出来 然后呢 材料就放在前面中 这是一个 第二种方式呢 更聪明 反正这个材料上面啊 都是很多原子间接在上面 我能不能拿个剪刀 把间接一个个剪断 然后呢 把剪断的这颗原子 给它一点能量 让它跑 听起来好像更温柔一点嘛 对不对 这样炸呢 就像你拿一颗球 撞击这个三臂一样 它不只是自己撞到 它还会震破会影响到 四面八方 那假设我拿那剪刀 这样把它剪下来 咦 那间接砍断了之后呢 它就可以跑出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们就用光波的能量打进去 一个很强的波光打进去 这个光波的Futon Energy 一定要跟间接比起来 要比间接来得强 不然就两颗光子同时打到它呢 就足够能量把它切断 也可以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用Laser来打 但现在有个问题 Laser有千百种 有一种呢 一直照就跟手电筒一样 照着它 那另外一种呢 是 一发一发打出来 高能量的常常很难持续嘛 除非你是红外线 那红外线 波长这么长 能量太低了 所以它无法帮你剪断 你的间接 红外线只能够在那边摸摇 摇到表面热到滚起来啊 然后靠着蒸汽压跑出来 那就一塌糊涂了 那我这个里面用这四个材料呢 每个材料的蒸汽压都不一样 结果我这边本来一比二比三比四 就跑出来的蒸汽呢 你都不晓得是多少比多少 那我怎么知道度上去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就需要用光来打 那这个时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 我光打是啪一下子就打完了 它会作用吗 要多长才能够作用 假设我很短会不会有作用 对不对 那这个是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问题 什么叫做长 什么叫做短 我们必须要有个了解 那像我们的laser呢 比如说从这边到达这边呢 它的长度呢 有不同的laser可以选 你可以尝到 比如说20个耐米 20个nanosecond 就没了 那当然它不是长这个样子 它是长这样子的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买一个呢 它只有8个nanosecond 你说会不会太短了 短到打不出来 你拿手上去试试看嘛 不会痛 但你会闻到烤肉味 啪啪啪啪啪 多打一下就贯穿了 所以你就知道真的有 可以打出来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也可以 但是我们现在光波可以越来越短 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像郑老师呢 它有一个更短 它可以短到fantosecond 哇 吓死了 所以这个光进去的时候呢 它不把东西打出来 它进去之后呢 它把它震一下 然后看看它有什么反应 所以你假想看看 这种比较长的 就好像一旦卡车呢 开着很快呢 就你站在马路中间让它撞 结果怎么样 当然撞死了 这还有什么结果 所以你就被卡车带走 整个就踢出来 郑老师那个就相当于说 同样一个力道 但是非常快速 很慢 你看看 氢原子打到 氢原子现在的 氢气现在的速度 每秒钟1500公尺 有没有卡车开那么快 当然没有啦 对不对 你被氢原子打到 有没有就被它击倒在地 有没有 全班同学全部倒在地上 爬不起来 因为太多情愿 只打到我了 所以我爬不起来 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假设你力道控制好 东西会震一下 震一下的意思就代表 它有些东西可能会发生 但是不会这么严重的被切断 它可能只是发生 某些能机的 要跳上去而已 然后他就会 嗯嗯嗯 冷静下来 OK 就好像约会了 突然间被打一巴掌 很多人会愣住 然后就开始冷静下来 冷静下来就赶快开始准备 怎么溜走 对不对 免得被打了边边的 OK OK 那这个时候 他就可以研究他的反应 每一个人的DNA不一样 个性不一样 反应不同 所以他就可以了解这个材料 它上面的特性 那基本上 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下 一些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假设我们回到 我们比较早先的 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在你们课本上面写着 那是最简单的例子 课本上 第一个例子是你们的作业吗 是不是 文宏是不是作业 你也忘掉了 OK 好 不管他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怎样的一件事情 OK 好来 在我们开始看之前呢 我们来看看 这种的 我们给他一个名词 叫做什么 sudden perturbation OK 突然间 瞬间的一个 一个perturbation 好 我们来看看这是怎么样 假设一开始呢 我们 先把shutting co-equation 把它写出来 这些都没有问题 我们通通都知道 现在呢 里面的这个hamitone 就是个perturbation OK 就是个perturbation 然后我们来看看 很简单的 你可以说 假设只是这么简单 那我们可以用 最简单的 微积分的技巧 我们说 这个E过去 就变成负的I of H 后面呢 是hamitone 跟C 为方式 那前面可以变成什么呢 我们可不可以写成这样 然后把DT写在什么 我们说可以啊 对不对 可以啊 这种操作是可以的 然后呢 在这个之后呢 我们做一件事情 我们把两端啊 把它挥起来 把它积分积起来 但是我们现在眼睛呢 只要非常集中在怎么样 这个变化的附近 我们只集中在这个 非常非常靠近变化的附近 那么这个变化附近 我们不是说要非常靠近吗 怎么靠近 就说 哦 那好吧 那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地方的位置 叫做负的二分之A 这边叫正的二分之A 那A很小 就可以了 OK 所以呢 我们就从负的二分之A 到正的二分之A 前面也一样 这样子就好了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这边呢 就可以变成为怎么样 OK 我们呢 equation呢 就可以进展到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指的是什么 这个是指 way function是在什么时候 在零点之后的 减掉 way function在零点之前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简化成 这是after 剪掉 你这个次机进来的之前的 before 然后它会变成什么东西 假如说右边 假设 等于一个叫做A的 这个A是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finite integro 你就这积分积完之后 并不是无穷大 而是一个有限的数字 或者是说 我们这个说这个刺激是有限的 你就这边这个高度是有限的 而不是一个 无穷大的 它不是这样子 而是有限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觉一件事情 这是什么意思 假设要有限的 那么又因为呢 ε很小很小 我们要探讨只有这个区段 所以很小很小的时候呢 它马上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这个积分 这边的很小 你告诉我零积分到零 结果等于什么 当然是零啊 来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或者是从观念上面来看待 因为这个是刚刚好才发生 而且发生是这么靠近 还没发生时候的状态 那么它本身呢 是要一样的 OK 当然 这边呢 你可以说等号 右边会等一个B啊 B呢 就 假设是B呢 B是什么 B是指说 假设这个ptervation是无穷大 是个delta方学 到这边就给你个无穷大的刺激 那你当然立刻就有改变了 这个就不用讲了 但我们现在讲的不是 OK 那这是什么意思 它这个告诉我们是说 当我们Hamitania 有个瞬间的改变的时候 在这个瞬间的做的附近 并不带来任何改变 那就是我的意思吗 通常有一天 你看到一封信 郭台铭说 他两千亿的钱通通给你 瞬间有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隔一会儿 哇 好高兴 对不对 反应有点delay 说明有人看到 然后就吃掉 你们太高兴了 OK 那 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很难想象就是说 我们Hamitania也有变化 但是带来的却是 你状态没有任何改变 什么时候会有这样子的状态 什么时候会有状态 当这个时间 真的是要很短的时候 才会有 这种situation 而且这个时间 一定要比自然的 这个系统的时间还要短 它才可以有 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例子一样 我的蜡烛在这边 OK 然后呢 我的手呢 瞬间进去 进去的这个瞬间 我的环境改变很剧烈 从外面没有温度 到里面 虽然突然间变成八九百度的高温 在这个瞬间发生什么事 我的手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那是因为我记住 我谈论的这个时间 或者我划过它这个时间 远远短于 要把我细胞煮熟所需要的时间 什么就是细胞要把它煮熟 第一件事情 热量要先从外面传递到里面 然后这个细胞慢慢的升温 升到它被杀掉为止 这有多久 这depends on 你投入多少热量到我这边 投入了我能够吸收多少 以及我吸收这热量 我可能要传给后面的细胞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个热流的一个平衡问题 所以在它感受到表面的温度可能上来 可能快上来 表面外面空气的温度上来了 但是因为我里面热倒的关系 因为capacity的关系 我温度还没有上升 那我就离开了 有反应吗 当然就没有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时间很短的意思呢 这个sudden呢 指的是我们一定要短过于 这个系统自然发生的时间 OK 好 那么这个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所有的东西 事实上 它必须要有作用时间 我们先前讲的那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给它一个很长的pubation 然后我们就去计算 这个要迁几率啊 对不对 在什么状态下面 delta L要等于0啊 delta M要等于0啊 整负1啊 它是告诉我们说 你只要能 我进去的光的能量 要是等于这两个能接 那么我就要发生要钱 但是它这边却告诉我们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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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说我这个光线 对它的刺激是很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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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我能量到了 抱歉 你还是不会上去 你还是会在原来的这个地方 它需要一点时间让你上去 OK 好 它讲的呢 只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好 那什么叫做 这个系统的自然时间呢 你总共有个definition嘛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手的 这个很容易理解 因为这个量呢 这个八九百度 只是在空气里头 然后这空气 我先撞到我的表面 撞到的时候呢 哇 动能很快 撞到它之后 它要能够动能变得比较慢 那剩下的这个能量就是我吸收掉了 这吸收掉能够让它增加多少温度 depends on我的比热 depends on我这个热量再从表面散到里面的速度 所以推倒一个结果就是 太短的时候 我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没感觉 OK 好 所以这个就代表什么 你知道吗 我以前啊 在约会的时候 太多事情我都搞不清楚 你知道吗 有些时候呢 明明我跟我女朋友在走路 当然她现在是我太太啦 走到一半呢 她突然间掉头就走 反应太快了 你知道吗 好 所以呢 我始终搞不清楚 好吧 你掉头走的那边算了 我也回家 我也始终搞不清楚什么 就是她弃了个半死 她说 你讲那种话 你这样子的行为 你不觉得羞耻吗 我说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她这个反应太快 对我有没有产生全世界 没有耶 没有改变 所以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好像手划过那个火一样 对不对 后来呢 我就拿着一个 读者文哉的文章给她看 她说你不说 我永远不知道 OK 所以很多人就说 你应该知道 我跟你讲才怪 全世界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 她应该要知道 你们在谈谈要知道 她应该要知道 我跟你讲 除了你之外 没人知道 OK 因为你反应太快了 而且你没有release这个讯息 就最后是自己欺诈 我女朋友欺诈 后来我就跟她讲 你一定要告诉我 所以呢 后来呢 她看完这个文章之后 我们又约会了 就突然间她掉头又走 然后突然她想一想不对 这个作用时间太短了 所以她又跑回来 然后继续表现出一副很生气的样子 那我就赶快问她发生什么事情 我是不是哪边做错了还是干嘛 然后她才告诉我 诶果真有作用 对不对 所以这个perturbation不能够是sudden perturbation 你时间要够长 OK 所以自从那次事情之后呢 我们感情就发展迅速 他要表达什么 我了解 我要表达什么 他也要了解 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请了一个example 假设这个seample 它是什么样的perturbation呢 那我们写在这边 后面托量t呢 等于a 负的e option 大x exponential 负t平方 over top平方 看到这个equation 我马上就知道不太一样 假如说我只是给她一个 负1乘上x 这就好像加一个电场给她而已 对不对 它之后不只是这样子 后面有一个高选方程式在这边 随着时间的e呢 下面有个宽度 OK 非常像的 对一个equation 它就告诉我们说 它的这个刺激是有变成没有 你看看 当时间等于0发生什么事情 时间等于0就没有这一项 对不对 没有这一项 没有这一项的时候呢 它就等于1啊 就相当于你突然间跑出一个这个刺激 时间要是往 因为我们这个equation都从0开始 时间从0开始增加 增加到无穷大 无穷大是什么意思 负的无穷大 那是不是这个就要变成雷 就paglubation就不见了 所以它从一开始有 然后最后就开始decay OK 而且exponentially的decay 所以这个很重要 好 那我们看看 它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呢 我们也可以说 呃 时间要是等于负相 也照样存在 因为这边是平方 时间等于很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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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方等于正了 很大很大很大 所以负的很大 就代表这也等于0 所以这整个刺激 只是在一个什么 时间等于0的这个地方 发生了 我们说这个的宽度呢 大概就是它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调变 这个套的大小 让它变成慢慢的刺激 很快的刺激 OK 我们就可以玩这个游戏 好我们来看看 这个时候呢 它刺激下去的时候呢 我们整个transition的probability 有多大 transition probability 也就是从ground state 开始往上跳 跳到每一个能界的probability 有多大 就是d的平方 d等于什么 就在这 d就是这个 那我们来算一下 就下面这个 好 跳到自己的ground state 维持在ground state 我们不管 我们先看看它跳上去 会是多少 所以这个时候呢 马上就告诉我们 d呢 假设跳到第1个state OK 那这个时候呢 这整个的apply呢 是t呢 要是负无穷大 到正的无穷大 当中 OK 这整个equation都有 所以我把这个加一个无穷大 OK 那我把它所有的空间量 我这边上面这个领先不写了 好不好 就代表是没有portipation之前的解 OK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各位看看这个equation完全跟这边一样 好 你如果是不知道的话 那你对照一下就知道 那我们问什么叫x x不是就空间坐标吗 x在我们这边 它会等h bar over 2m omega a再加上a deg 那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就很容易分辨 假设把x呢 塞在中间这边呢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假设呢 它作用在后面的0 0是ground state的 我可不可以把它lower 再lower一阶 不行 所以一定是0 所以这个没有作用 再来呢 a deg 作用在后面的0呢 会把它升一阶 升到多少 升到1 升到1之后 剩下的常数提出去 就变成1跟n 要来内积 就它就告诉我们 这个n呢 只能够等于1 不等于1的通通变成0 对不对 它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只有n等于1的这项 不等于0 其他的呢 通通等于0 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计算 计算是probability 从0跑到1 OK 从ground state呢 excite到上面这个state 它就会变成为 第1无穷大的这个平方 经过计算之后呢 会变成为 会变成这样子 OK 他们就变成这个样 所以我们就发觉 它被激发上去的probability 要等于这个东西 前面呢 我们刚才说过 有哪一个控制这个刺激的宽度呢 由tau来控制这个刺激的宽度 tau还是abtion 对 好 还有一个呢 abtion是代表什么 我们 不不不 这个是y加的1 sorry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tau 假设这个tau很小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假设我的词级非常非常非常窄 那是不是代表说 这个地方 记住这个是transition probability 是不是代表我这个tau很小的时候 平方更小 假设tau是0.1 然后0.1的平方就变成0.01 哇 那小了一个order 假设tau是0.01的平方 它就等于0.0001 对不对 所以平方就很小 再加上后面呢 这个也很小很小很小 所以说呢 小到后来你这边都不管的话 这边会几乎是0 exponential 0就等于1 所以有谁掌控 有前面这个掌控 所以tau平方很小很小 它就是很小很小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当tau趋近于很小很小的时候呢 probability从0跑到1呢 也趋近于0 所以这个就对了 这个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很像 所以重点是 你这个刺激的宽度大概是多少 那你就可以决定你的宽度 你的所谓的自然的 这个刺激的时间宽度大概是多少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待会呢 继续上课 谢谢 все 谢谢 我们下课 sixteen 谢谢 谢谢 jo 姐 um